快乐跟森林 上拼多多点击白衣补贴 真补贴 真便宜 拼多多提醒您本期看点 你的人生是什么 以前一张开嘴就可以上热的时候 我就变我自己喜欢的 我是一个团戚人是吧 居然真的有端水 经过这次端水真的感觉你成熟了 优秀 爬山的人生 玉哥他都起来了 我还有机会吗 我都剩得慌 浩哥问你我还有机会吗 是在给你机会 你正要出门去搬砖 妻子对你说早点回来吃饭 晚上我给你炖排骨 道一个说不上来那种笑 对 在婚礼当中 你偶然回头看到那个男孩偷偷地站在角落 海涛 我怎么会相信你们两个有过一段感情 排名的顺序 最开的是导演组到底调查的是什么问题 最想和他谈恋爱 不对 幽默感 都不对 嘴的大小 听说小针也蛮大的 接近 睡觉打呼 睡觉 这方面你都探讨了 你怎么知道 你是睡到我家床底下了吧 快乐大本营首先合作伙伴拼多多 向拼多多点击白衣补贴 真补贴真便宜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抖音APP 打开抖音看直播 超多精彩看不停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瓜瓜龙音语 二个八岁英语启蒙 下载瓜瓜龙音语APP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列安 寻给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列安 Vivo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温哥弹性能工得很新画 各种花样都是品牌的 ra 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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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军播出的快乐大本营 Vivo S6 5G手机超清夜景自拍照亮你的美 大家好 我们是快乐家族 今天来了非常多的好朋友 而且巧的是最近这些朋友都有很厉害的当红的热播剧 作品 那么首先欢迎大讯和大陆 你好 大二组合 所以现在大讯正在拍戏一部非常非常棒的一剧 未来要热播的一部剧 要热播的剧 大陆最近在 我也刚拍完 是 在刚拍完 未来也会热播的 他还有一个综艺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对不对 看我的生活 对对 跟佳哥 还有佳哥 对 还有凌云 还有凌云 对 好 另外呢我们凌云跟新城的这个蜗牛与黄鱼鸟 正在湖南卫视热播 跟音乐声有关系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剧 对 交响乐 对 交响乐 我们都有玩乐器 另外就是我们秦岚怪异过分美丽这个剧 给大家看到了很多这个娱乐圈的一些故事 然后有很多人觉得就是非常的真实 欢迎秦岚 谢谢 好厉害 因为我们觉得了不起的 就是我们知道秦岚底下是那个软妹子 她讲话是很慢很软的 但是为了演那个角色 她会演得很犀利语速也很快 这确实是有研究过不容易 我们祝贺秦岚 谢谢 下面就是我们的小丁了 欢迎丁雨昕 大家好 我是小丁丁雨昕 很高兴来到快乐大本营 第一次来上大本营 对 然后现在有两部作品都非常受关注 一个是《韵色》 一个是《陈千千》 然后因为都在五月播出 所以她被大家称作是五月男友 然后她最近也有很多的苦恼 会有一点困扰 因为前期的时候 比如说《韵色正播》的时候 会有一些采访什么的 但是她那些采访 她们是在两部剧都播了之后 再放出来的 所以会有人觉得说 为什么你只宣传运色 不宣传另外一个 但其实不这样的辣 不这样的辣 我急了 你只宣传 撒娇吗 生气可爱是要 没事 虽然是第一次来 但是音乐 因为音乐我们拉近了距离 我是杰哥的歌迷 是否爱上一个人 不闻明天过后 山明和水修都比你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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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你有看头 都比我有看头 不比你有看头 不是不比我有看头 你还互动了一下 不是 不行不行 都比我有看头 牵着你的手 一直走到我 这一步怎么回头 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地见到娜娜 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你是提前 布了很大的一谈起 追星成功 追星成功 都比我有看头 都比我有看头 好了 这里面除了跟娜娜有一定的关联之外 我必须说我们秦浩跟海涛也有一定的关联 因为她陪太太在这边录那个节 接下来是大家看到她就觉得现场很凉快的我们秦浩 隐秘的角落 为什么会凉快 现在是佳哥的阴影 你看佳哥都不往这边看 隐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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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敢看你 不要 恭喜你新提新阴影 你真的没有看到 我真的不要看到 因为佳哥上一次的阴影是冯远真 他取代了 太吓人了 来了 佳哥来了 好白船 蛤 穿上有颗桂花树 白兔在游玩 他本人唱 好棒 他多吓人 在这里要祝贺秦浩也祝贺欣爽导演 包括我们剧中的小演员 大家真的是遇到一个这么好的作品 好的作品 对 昨天因为他的那个手机壳 他来对台本的时候引起了我们导演的注意 导演就觉得这也太有点了吧 然后就征求秦浩的许可说可以拍照片吗 秦浩就特别大方说可以吧没事 是啊 他就拿那个手机壳的时候就被导演拍了 当然就觉得自己的那个朋友圈里也没有任何的媒体啊什么 就发在朋友圈 不知道怎么流传出去还上了热桌 大家也不知道这张照片出处就是我们大饼的办公室 这样的 好多人要买这个手机壳 然后就因为这张照片 我现在已经欠100多个人这个手机壳 是不是 对 他自己刻了10个 发自内心想送的人会送一个 有人说你和那个涛涛都是属于家属挂的是不是 对 我们两个其实按东北话来说的关系叫一旦挑 对 我们是一旦挑 你们今天这个一旦挑都遇到了 不是来一个那个 不如把你们一锅端 一锅端 这样 那欣欣好不好 你带两个姐夫来一小段好不好 对 来 两位姐夫请 好 来了 都练着了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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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成风波浪 多诚实的欲望 努力上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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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除了一起爬山以后 又来个一起跳舞吗 我前两天给那个浩哥还在那个微博上面留言 然后不是说有披荆斩棘 然后浩哥就说报名 然后我就在下面热热的留言 我说哥要不一起 主不对 但是浩哥现在留言就是他特别喜欢爬山 特别喜欢爬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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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哥哥们去爬一趟山 CV就是你的了 然后网友跟我说说如果评委跟你说淘汰你的话 就跟评委说 我还有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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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吓人 好吓人 现在大家是说当浩哥问你我还有机会吗 是在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 因为我 我的妈 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朋友来 我们同样也会分成两对来进行一些有趣的比拼 快乐大饼和芒果V基金启动了快乐脸盆计划 以脸盆为载体 推动老少边穷地区儿童享有公平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 为孩子们送去包含脸盆香皂 牙膏牙刷毛巾水杯等物资的卫生脸盆礼包 开展健康教育 提高孩子们的健康意识 帮助他们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 从源头上预防阴病治平阴病反平的发生 为贫困人口健康脱贫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会以获胜队伍的名义 向贵州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从江县 白打小学送去卫生脸盆礼包 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 《像我这样的人设》 提到人设我们会想起《怪你过分美丽》 这个剧中莫相反一直在提艺人的人设人设 对 我是觉得呢 其实人设是代表这个人 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和地位 对 但是人设呢 我觉得还是一定是你自然而然形成的 有的时候你去演一个人设就很容易崩 对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教程 教大家怎么寻找自己的定位 怎么树立一个对的 或者是对你有利的人设 我们来看看这个短片 来一起 人设是什么 人设 顾名思义 人物设定 这个词最早指的是动漫 小说 游戏中的人物角色设定 之后 被广泛运用到娱乐圈 每个明星 都有人设 无论是自我主动塑造 还是被他人盖装赋予 明星的职业属性 总是与人设一词息息相关 在曝光度无处不在的娱乐圈 明星没任何一个不经意的行为举止 都有可能被放大 被议论 被定义 被构建出一个新的人设 无论明星们是否愿意 都要面对人设 这把锋利的双刃剑 它游走在绝对真实 与刻板印象之间 带来更强烈的争议 也带来更高效的传播 人设是一个好词吗 有些人会认为 人设不是一个好词 它似乎总是和炒作 营销联系在一起 而实际上 人设这个词 早已不是明星专属 任何一个需要被记住的人 都离不开人设 行人面试 如果在短时间内 给考官留下印象 你需要一个简洁明了的人设 社交活动 如果在第一次见面时 交到好朋友 你需要一个生动 有趣的人设 而你的朋友圈 发什么图 定什么位 配什么风格的文字 都是你无意之间 进行的印象管理 每个人 都可以手握 无数标签 在越来越庞大的 社交系统里 人设 让你更容易 被他人理解 人设 更可能成为一种行为约束 教师时刻警记 为人师表 一生 永远不忘 救死扶伤 我们每个人 也都会在这样的定位中 不断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必谈人设色变 仔细想想 你的人设是什么 你满意它吗 一段时间 我们在唱《小幸运》的时候 我们一起看到 当时大陆的那个 电影的片段 有言 专业 哇 好帅啊 大陆 一般一般 我很谦虚的 那个时候是让我们 所有人眼前一亮 现在不亮了吗 现在就是亮了很多次就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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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陆你的人设有不喜欢的点吗 就讲我那个大嘴巴 然后吃小孩这件事情 那个 我其实 你们俩都好恐怖 你们俩都比起来好帅 我要走远一点 好烦 对 人家在说很画面 很难过的事情 对 也还好 就是 观众会觉得我只在吃小孩啊 就忘掉我是演员这个身份 那你现在如果真心想笑的时候怎么办呢 可爱 还是会笑 但是就不会张开嘴拍照 他嘴没有很大啊 很帅啊 我觉得还好啊 就节目座那个效果 对 节目座的效果 这个人设我们一定翻篇好不好 你看你刚才有笑的好大 其实你笑起来很阳光你知道吗 笑起来很帅 秦浩你觉得你的人设 在大家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 我的人设就是因为我陪我老婆和我妈妈上了一个综艺节目 对 好多网友就说我是直男 明明就是曲解嘛 我这么一个温馨浪漫的人 怎么可能不浪漫 你跟网友说还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吗 你们说我什么我都可以承认 但你们不能说我不浪漫 我真的很浪漫 你跟我说真的很浪漫的时候 我们都好害怕 你最近做的最浪漫的事情 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就是陪我老婆爬山 爬山 然后我今天给她录了一个视频 我说老婆你在姐姐那边很辛苦 送给你老公一首新的歌叫小白 希望能够抚慰你的心灵 晚上睡觉一定要安心 那今天我们除了有刚才聊到大陆跟我们浩哥的这个人设之外 其他的朋友呢我们也给他们做了一些小小的人设的总结 同时他们会有一个小表演 是跟自己的这个人设有关系的 所以呢下面就进入我们的人设舞台 加油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我们丁雨昕的这个小短片 它其实是最近这两部作品都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欢 本来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也有些小小的人设烦恼 我们来看一下 丁雨昕 惊人气爆声的青年演员 由于两部作品牵连播出 相继大火 实际称号五月男友 五六月咋办呢 面对两部剧各自高涨的粉丝热情 她在宣传期两边坚固 谁也不落下 肯定是更喜欢自己的古装造型还是现代造型吗 够喜欢 够喜欢 一定要与陆俊战 在一条微博要带两个角色 大话题 两个期待 就连微信头像都要两张海报各占一半 妙的是 请看 姿势都一样 我只是没有感情而已 然而人设的建立总是伴随崩塌的危险 双方的剧粉开始更加严苛的要求 她必须时刻端平这碗水 我太难了 山勇不慎 便会惹恼其中一方招来恶评 随后她更是因为在直播中的言论 而陷入端水翻车的舆论漩温 韩硕其实 胳膊对于妹妹的疼爱 面对排山倒海的负面评价 她鼓起勇气做出回应 我心中会有永远有一块地方 留给我曾经完成过的角色 她是 今天她更是带着大家对她的质疑 和她自己的困惑来到现场 有请端水大师丁雨昕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容易 刚才这个左右为难 我印象最深的是 这个水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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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会有点担心 哪边水会溅出来 对 因为两部剧都太成功 大家就是说 我觉得你必须跟她在一起 你不可以跟那个在一起 这呢 主要是小丁也没有想到 这两个剧这么近的就播了 是不是 对 我其实有点意外 所以之前的时候 两边都想很好的宣传 第一没有遇到过 而且很少有人 那么近的播两部剧 而且都火了 小丁做到了 所以小丁你经过这次端水 真的感觉你成熟了 而且自己也会创作歌词 山梅河水修 不比你有看头 大点又错了 眼睛朝着远处 还看了一下 使劲想了一下 我太难了 雨昕其实现在这个状况 已经缓解了吗 缓解很多 大家熟悉我之后 会发现我对于我 每一个素作版的角色 其实都是同样喜爱 所以我对他们的付出 和用心和爱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就是个新人演员 我哪敢 那你现在发微博什么的 还必须要带话题吗 每个都不敢带 何老师曾经有一次 你是一天给六个人 发生日信息 是不是 那一天正好是 有六个朋友同时生日 正好顺便都看到了 我就都给他们送了生日祝福 这不存在端不端水 像我们录向往的生活 我们是没有手机的 那在我们录制过程当中 可能就有朋友过生日 然后就会有人说 你看连何炯都不祝他生日快乐 他人缘得有多差 好像确实会这么想 对 其实我去微博上去祝福 是我随心一点的一个 我的当时的一个心情 并不是我的工作 更不能代表这个人的 所谓的人缘 不过也特别为小丁开心 对 她会这样 还是因为两个角色深入人心 谢谢老师 祝福你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剧同时播出 好 腿软 吓人 还是不要排这么密了 对不对 好 谢谢 来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勋的人设短片 请看 好帅 哇 全凭实力 大勋哥你的成功不无道理 高秀的人只要走起来 那就是洁净 他接地气的朴实 超认真的自恋 都裹挟着浓浓的方向 然后还有一个名色是什么吗 高级人 因为我们都是高级人 生气的是 无论他在什么场合 无论他进入什么不同的圈子 他总是会被精准选中 成为聊天中的食物链底端 有情形式 魏大勋被对塑裁量过大 请耐心观看 你自己找的样子 真美 那是什么病 他死了是不是找练呢 没有 你流量大还是人家吴亦凡流量大 那我们俩不是这种流量 对对对对对 他们在怼吴亦凡 魏大勋坦诚 吴亦凡跟他根本不是一种流量 人不在场也要背对 张若云都被大勋 张若云 不见了这个魏大勋 王嘉尔是魏大勋 好 王嘉尔 我帮他回答 你赢得不光彩人呢 为什么因为对手是魏大勋 张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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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我替魏大勋睡沙发了没 你为什么他让你睡你就去睡了 不 我也睡沙发 那你为什么跟我穿一样的格子 服装师 给你一个审判大会 身上有一种人设叫团宠 因为一种人设叫团妻 面对这样的人设 他会失省心情 因此全名团妻 魏大勋 我看这个我看着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没看过这个片子 我是带着一种悲伤来看的 结果看起来很开心 说是说团妻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团宠 我觉得每个人都愿意跟他开几句玩笑 就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知道 大勋不会跟我急 他是真的把我当朋友 我也把他当朋友 这种感觉 那你这样带来你的表演好不好 好 那我先表演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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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Thanksgiving 开心的睡 里头 打开做两个的 最后终是不会读的 他怎么irt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帅 为什么 怎么办 太难了 我这段舞蹈太难了 你这个跟姐姐的舞蹈比起来 太简单了 哥 你会了吗 哥 你是 哎呦 又战斗了 土色的沙水中边 你把这一感觉 看一遍就会了 你怎么办 加油姐夫 浩哥咋这么厉害 很容易 大水你还有理由吗 我学舞蹈特慢 我这得且学着呢 大家有没有试图走到一个新的场合的时候说我要重新开始我不要在这里面又不小心踩到食物链的最底端 因为我没有觉得我是食物链的底端 自己感觉可好 可以 比如说有的时候朋友之间景宝啊小白啊大家一块怼来怼去的这是我们就是我们可能作为朋友的一种方式 问题我们没看到你怼别人都看见别人怼你了他俩录节目怼我这不是这是干嘛呢这是 而且重点是你没在场啊我没在场啊当时我还往回拉了呢如果要在场我可能会打他们对吧 如果一个节目里面有你和涛涛你觉得谁会被欺负的更多 我吧别别别别那我吧哎你吧你吧 江峰元你是峰元 我第一次来录节目的时候那你就说过怼你两句啊说你两句啊是帮助你是给你戏份啊对吧那一次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一开始其实有的时候在台上被人说被人嘲笑你总觉得好像是一个你为什么要说我啊为什么觉得没面子没面子啊但后来你就觉得哦原来是一件开心的事那其实你也可以说别人 后来就开始反击我其实还是觉得人设可能是别人给的不可能我过来我站着说哎大家好我是我是一个团妻人设你们欺负我吧我是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做自己做自己很重要舒服的做自己我上价值了好会总结呀看完价值就下来了自己就下来了因为生怕我们反驳他上的这个价值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好下面我们要聊一个有趣的人 人设了就是放飞自我的一个人设好不好我们请凌云同学来上到舞台中间我们看一下她的短片 凌云新女郎新女郎注定不同凡响你看张雨琪我是一个数多年的自己自带光环出门的人 哇黄胜乌和我分本要不然就不能来了 不凌云 刘先生我叫珊珊你真的好帅啊 有人说她出道极巅峰从此之后就走在了野路子上 我太难了 别人的小号要用放大镜兆 凌云的小号就叫凌云的小号 作为偶像直接说自己想谈恋爱 我想谈恋爱不让任何人知道和拍到 别人的家漂漂亮亮 她的家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了 买了那么多没用的东西 网友说她不务真业 她干脆走上直播带货的带 A不一样的女儿敢于重处一切人 实在很夹夹 而且带人家 她像野生动物一样 带着天然的单纯 表悍泼辣 不被驯服 这样的人设她喜欢吗 有请 撒野少女 凌云 我让天地欢然一下灿烂 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 我让空气虽然一下宿软 整个地球有人围着我转 我让小鸟星人围着赞叹 我让花朵燕燃围着腰蝉 我让鱼儿鱼燃围着坠 我让鱼儿鱼燃围着坠 修策放残 当然万物喜欢 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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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这么好看 好 挺 挺挺挺挺挺挺挺 يا 不 面穷 我怎么这么好看 怎么好看怎么办 怎么好看怎么办 我怎么这么好看 可爱 好难你这个 对不对 对 就是我自己 学了两个小时昨天 没告诉我要唱 然后我就练到 凌晨三点 然后五点就起来赶飞机了 然后过来的时候告诉我要唱 你刚才看那个短片 你有觉得比如说 希望你乖乖地走的路 完全不一样吗 就可能他们就觉得 当一个乖乖的公主就可以 但是我做不到 自己有刻意的 比如说去跟别人的想象 对着干嘛 没有 没有对着干 就是还是有经纪人管着我的嘛 有什么就是发个微博之前 都得要问一下 所以也没怎么烦了 做不了自己 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就实做实不做 就是拿捏那个尺度特别难 我觉得 为什么觉得有点心酸 我以前每天都搜自己 最近不敢搜了 最近你怎么了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嘛 你要相信你自己 就是说你做的事情是你能让你快乐的事情 只要让我自己快乐的事情我多吸收 这样人才是越来越自信的 有一段时间就是网上黑我 黑得好厉害哦 然后我就有朋友跟我发信息说 娜姐挺住 我说 什么挺住我在逛街 你不看它就不存在啊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看来还是得逛街我觉得 没有什么事 不是一条该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呢 就两条该 好 谢谢雷云 加油 接下来呢 这个人设有点厉害了 情缆 来 请看短片 上拼多多点击白译补贴 真补贴 真便宜 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 你正要出门去搬砖 妻子对你说 早点回来吃饭 晚上我给你炖排骨 到一个说不上来那种笑样 对 在婚礼当中 你偶然回头 看到那个男孩偷偷地站在角落 海涛 我怎么会相信你们两个有过一段感情 排名的顺序 开的是导演组到底调查的是什么问题 更想和他谈恋爱 不对 幽默感 都不对 嘴的大小 听说小针也蛮大的 接近 睡觉打呼 睡觉 这方面你都探讨了 你怎么知道 你是睡到我家床底下了吧 快乐大本营首先合作伙伴 拼多多 上拼多多点击白译补贴 真补贴 真便宜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 抖音APP 打开抖音看直播 超多精彩看不停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 欢迎各位回到由Vivo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 Vivo S6 5G手机 超清夜景自拍照亮你的美 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上拼多多点击白译补贴 真补贴 真便宜 感谢官方合作伙伴抖音APP 打开抖音看直播 超多精彩看不停 感谢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 2到8岁英语启蒙 下载呱呱龙英语APP 感谢官方合作伙伴莫斯立安 寻遍世界的美味 旨在莫斯立安 接下来呢 这个人设有点厉害了 秦兰 来 请看短片 秦兰 晋兰 晋级的演技大咖 从志华到绿萍 她可恨可悲的荧幕人设 早已深入人心 志华念得不多 只念了 练女传 四书 她说曾百首全送辞 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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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什么用 我会跟着你一辈子 到了复查皇后 她就要瞬间翻身 成为最温婉优雅的白月光 从今以后 不再做皇后了 只做复查荣誉 穷瑶老师说 青岚一滴泪 天上一颗星 这样我见尤莲的气质 是她拿捏的死死的天赋 哇 直到天牌经纪人梦想晚 横空出世 我们再次看到一个 颠覆传统的荧幕人设 有星计 违约金不是三百万吧 公司所有的资源都会向你倾斜 违约金上涨 是对双方的博战 有首段 很高的博战 是她的 是她的 这我们先过零下 将会的双方 是一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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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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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频剪得我好感动 是不是 就是一路走来这种十几年的演绎的时光 真的很感动 谢谢大伯爷 我怎么觉得整个环节到那个 蓝蓝这好像换了个化妆 改成那个鲁玉有约的感觉 我不能想象 毕竟这是认真搞事业的女人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巨抛式的演技 其实确实从复查到墨像丸 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你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其实复查对于我来讲 戏手年来比较容易 跟我个性有点像 然后我一看着墨像丸上来就泼水 然后就骂人 天天怼天怼地 然后导演告诉我说 蓝姐 你要忘掉从前所有的表演的标签 我要求你 你在戏里的台词速度 以后将来别人在网络上看 不用开二倍速 我说导演那么多词 我觉得那我你回去背 我每天回去拼命地背词 因为它太多词都是那种张口即出 就记得的词真的很难 但是我挺想尝试的 我挺想去突破的 所以我拍戏有一百多天 我每天都使劲 因为今天秦浩也在 两位都是最近在这两个作品当中 都是演技得到特别高的肯定的 我们大本也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的考验 就是回谋的考验 我们也请秦岚和秦浩来试一下 好不好 秦岚先来好吧 好 第一题 你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少女 有一天在走廊上 你暗恋的男生突然在你背后喊你 请表演 我爱你是我最想描述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熬的那麽情 我感觉对面就是大陆 对不对 那个少女时代来了 好 下面第二题 你长大了 成为了一个优秀果敢的职场女性 有一天你拿到了一个重要的项目 在你离开会议室的时候 你听到有人说 就她做得来吗 请表演 等你足够强的时候 我才会把你当成是对手 你愿见了 好厉害 好 第三个题 后来你结婚了 新郎不是你当年爱过的那个男孩 在婚礼上 在热闹的人群中 你偶然回头 无意间看到了这个男孩 偷偷地站在角落 他在看你 请表演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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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 stops 你可以尽到我 赶紧走 然后他叫住你 好不好 好厉害 卡 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金志愿者 杨茜茜 我怎么会相信 你们两个有 assembly分 我是一个十几年前 跟海涛养活戏 你现在完全不在一个面前 是不是 具有的 кор调的 是 是不是 你演過我的时候 就一定比手要给戏 是的 他就给了我那种不舍 然后还掩饰 然后他转身上走 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我绷不住了 我当时就好想哭 我知道你是幸福的 我就可以走 是两个很好的表演 好 辛苦了 请休息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秦浩 请上台 来 第一个回眸 你是一个憨厚的工人 你和你的妻子生活虽然很辛苦 但是也有着幸福简单的小日子 这一天烈日当头 你正要出门去搬砖 你的妻子突然叫住你 对你说 早点回来吃饭 晚上我给你炖排骨 请表演 他到底一个说不上来那种秀 看后的小伙子 好 第二题 你是一个英勇的武将 你在战场被俘虏了 敌人对你说 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我就不杀你的妻儿 你照他说的做了 但刚钻过去 敌人又说 我觉得你刚才钻得不好 好 你再钻一次 请表演 看到那个银人没有 那个银人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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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地开了一个小店 这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有一天 你在店里做事的时候 有一个顾客突然对你说 哎 你不是那谁吗 他喊出了你的名字 这时除了你俩之外 店里没有别的人 请表演 蓝蓝的蓝蓝的天空隐喊 有只小白船 船上有颗桂花树 要加了 佳哥 慎得慌得慌得慌 佳哥又不敢看了 我看现在的 现在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幸福 还是尽快解决吧 这样对你们两个多好 爸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佳哥又不敢看了 真好 我太难了 你给小丁出两个恋爱的那种题目 给小丁出一个恋爱的题目是吗 随机出 随机出 好 那个有兴趣 好 第一题请听好 你跟你的兄弟一起去小卖部 正在开心地商量 开心地商量 要买什么的粉 突然兄弟说 我女朋友在后边 你回头一看 是你暗恋的女生 快要毕业的时候 你兄弟跟你说 有人在楼下找你 说要跟你说重要的话 这个时候 你下楼找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那个约你的人 突然听到有一个女生说 低雨昕 我喜欢你 回头一看 是你暗恋的那个女孩 你的 vivir 再来 这跟台头又 台头又杀道 又杀道 啊 糟糕 眼神躲不掉 想事就想要逃跑 我与你就好像 灰心里地球将在相传 最后呢 有被这种纯纯纯的爱感动 可以可以 毕业之后很多年 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心仪的工作 这一天你来报到 人事部说去见大老板吧 你走进办公室 发现没有人 这个时候突然门被推开 有人说丁雨昕 怎么是你 回头一看 老板是自己的前女友 他不懂你的心 假装冷静 他不懂爱情 把它当游戏 他不懂表明 相爱这件事 除了对不起 就只剩叹息 他不懂你的心 不懂 sidor 不懂土们 对不起 好 大缓 好好玩啊 老板是初题的 世界冠军 太厉害了 连钙 何老师 鞋 张急 镫 镫 张急 大勋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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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勋来一个 大勋 来了 大勋来了 你跟兄弟一起约了去试戏 后来你没有试上 兄弟也跟你说他没试上 这个时候突然剧组的副导演 把你们俩叫住 说回头我们定了一个 结果定的是你的兄弟 请表演 是大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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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调整心态 好快 调整 正要落寞地往回家走的时候 突然导演重来说 副导演记出我名字了 定的是魏大勋 请表演 挺重感情的 挺重感情的 他不会在那个兄弟面前表现的 虽然内心狂喜 这个时候兄弟已经走了 导演叫住了你说 大勋 你刚才怎么不开心啊 你回头对导演做了一个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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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这个表情就是 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兄弟在那个样子 我不太好意思了 这个真的可以玩一整机 好好玩 可以玩一整机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正式进入我们的人设大作战 欢迎各位来到由快乐大饼和拼多多联合打造的 我们拼了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 真补贴真便宜 接下来我们进入的环节叫做 人设感大调查 节目组呢去调查了一百位路人 问了一些节目组想问的问题 然后进行了一些真实的排名 我们会只给大家看排名的顺序 我们要猜的是导演组 到底调查的是什么问题 每个选项都有共性 比如说姚明 义剑莲 张亮 各自 对 好 接下来请看下面的得票排名 猜出问题 第一名是大勋 第二是雨昕 第三是海盗 第四是大陆 好 来 来 来 第一个抢到是林允 谁最抠门 好 这不对 我知道 大勋 然后最后那个是按嘴的大小 嘴的大小 先是小的 再是大的 先是小的 我嘴其实也不小 帮他给大陆道歉 小丁也蛮大的听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大陆 朋友这边还有大陆指着说小丁也不小 好不对 好 欣欣 体重 对 对 海涛 海涛的第三位 不对 好 来 原来的体重 不对 原来都胖过 别人我不知道 大勋反正你是胖过 个子 不对 好 来 请好 智商 从弱到强 从弱到强 弱到强 我同意 谢谢哥 就是在你心中 大勋大傻 雨昕二傻 你什么 不对 我给大家稍微跑一 提示 给点提示 刚才提到很多身体梗 什么嘴大啊 身高啊 体重都不对 这是一个 情感题 开始 来 招女孩喜欢 招女孩喜欢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好 来 维嘉 魅力指数 魅力指数对了 答对了 答对了 恭喜这位朋友 不对 不对 女人缘 女人缘 异性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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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完全是对的 但是 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来 秦岚 家长缘 好 家长缘 好 家长缘 恭喜秦岚 思路又完全跑偏了 朋友们 好 来 男有力 魏大勋第一吗 怎么了 怎么了 那个 女性观众们的择偶对象 女性观众的择偶对象 就是 恭喜秦岚答对了 安全感 恭喜秦岚答对了 安全感 恭喜秦岚答对了 不可能 大勋 不可能 大勋 不可能 不可能 这题确实是个好题 就是 他得第一 真的他会非常的开心 刚才已经很接近了 偶像剧的必有桥段 于是大家纷纷开启了 偶像剧桥段的猜测 邂逅 接近 拍吻式 没有到那么深入 被他必动 也没有那么深刻 约会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来 结婚对象 没有那么晚 暗恋 暗恋后面一点 不是 恨铁不成钢的何老师 给出了最后提示 跟年龄阶段没关系 是跟一段恋情的发展线 有关系 往前想 最想跟他表白 反过来 谁抢 来 来 被表白 被表白 郭老师 最不想跟他表白 表白 不想跟他表白的第一名 然后呢 你说的是最想被他表白是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最难甩男朋友 最难甩的男友 回答正确的是 是 最想分手的 这个题我们四个男生很难受 最想被表白的对象 维加回答正确 被表白的对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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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被初选淘汰 对啊 为什么他被初选淘汰 他约你去爬山不香吗 就不能给个机会吗 是不是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第二题 请看 排名第一 排名第一 吴欣第二 凌云第三 谢娜 第四 请来 雨昕 谁的泡脚筒最豪华 泡脚筒最豪华 有道理 有道理 不对 好 来 维加 慵懒程度 不对 谁的腿粗 最粗的是第一 我们这样 我们稍微请这四个当事人每个人说一下啊 好 现在吴欣 娜娜 凌云跟秦岚 吴欣你觉得这个排的是什么 你排在第一 谁睡眠质量最好 这个可 我真的十点出发十点醒 娜娜 你排在第三 你觉得这 排到第三这个位置 我就一直想不出来 就是没有什么兴趣去猜测了那个 你说好看度的话吧 我又应该在 就是 在谁前面 在名列前方 那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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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兰你觉得这个应该讨论的是什么 那我想是不是按分量排的 分量 你分量最小是吗 因为我 无限分量最大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吃的好睡的香 是 凌云你觉得你因为什么题目 你会排在第二 我真的没有思路 我 就是你输给欣欣 你觉得你什么地方输给欣欣 哪儿都是 不错 情商就不输了 好 现在开放自由讨论 第一些 最爱网购 最爱网购 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 是 是 啊 真的吗 是吗 帅帅 啊 觉得宅女都喜欢网购 所以无限拿到第一 凌云是因为看她在节目里面每天都在买 娜娜是感觉她买了很多母应用品 秦岚是 觉得四个女生都爱网购 尤其是精致的女孩 为什么就秦岚的后面有夸奖一下 是我们前面都只是在陈述这个事实 关键我只有一票一票 你看你们都四十几 好 亲爱的朋友们下面第三题 会是男生题还是女生题呢 各位请看 这回秦岚排在第一 吴欣排在第二 凌云排在第三 娜娜居然排到了第四 来 姓娜 来 谁比较没那么好看 那一定是个反问题对吧 因为我要考虑到我店里的这个事实 所以秦岚是一百个观众觉得最不好看的 不太成立 我要让我 我有什么样的答案 可以让我瞬间秒变第一名 只有这个答案 海涛 那个是谁更正常 说什么呢 平静 平静 冷静 我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很温暖的题 这样可以吧 来 谁最温柔 你觉得娜娜是这四个女生当中最不温柔的 山银河水熊都比我有盘头 不对 好难啊这个 来 好难我也不知道 是 吴欣抢到 吴欣说 大家最希望谁先 那个 有幸福 因为娜姐已经那个 她结婚了 谁希望谁先结婚 谁先结婚 谁先结婚 是吗 朋友们 是 爱边了 爱边了 是吗 爱边了 是吗 爱边了 是吗 最想跟我 最想跟谁结婚 最想跟我 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 为什么 那不对 对 可是不对 我56票 为什么我现在还单着 他们是用排除法 因为感觉其他三个太吵了 然后说你有气质漂亮又温柔 作为女人我都慕了 然后吴欣为什么想要娶回家 是想给她一个温暖的家 同情票 有20个人想把凌云娶回家 觉得她嘴巴甜会哄人 感觉可以一起疯 就没有实质性的事情 我要投诉 为什么 我跟三个没结婚的 一起来比赛 这个想跟谁结婚这道题 想把钱娶回家 给一位导演出的这个题 但是你看 你看她后面那三位朋友 觉得你是一个为爱情 会牺牲很多的人 我没有为爱情牺牲很多 我在爱情中间 是爱情为我牺牲很多 是爱情中得到的 远远比我牺牲的多得多 天哪 你要有了这段话 下次再这样投票 可能会比 不要选我 你会犯法的 他们选你没关系 只要你不选他们 我们来看下一题好不好 来 请看 上拼多多点击白衣补贴 真补贴 真便宜 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 只有三个选项 谁在家最不喜欢穿衣服 谁最凶 把这70个人的名单回头发给我 大北营全新企划 先导片 精彩抢先看 站稳了 朋友 快乐家族真的把各个坑都站得很稳了 所以不知道谁还能再找到 不多的一个地方 而且还能站稳 为什么还要来人 不能组快乐小北营 我们五个是不够吗 又到了几年一度的 把快乐大北营节目主持人踢走 但是我们赖着不走的环节了是吗 我也祝福 Vivo 快乐大北营 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北营 现在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由Vivo冠名播出的快乐大北营 Vivo S6 5G手机 超清夜景自拍 照亮你的美 大家好 我们是 快乐家族 我们来看下一题好不好 来 请看 王大陆 我 与希和维嘉 这一题是什么 来 好 谁呢 谁鼻子最大 鼻子最大 不对 好 来 谁最喜欢 约局 不对 谁最爱喝酒 谁最爱喝一杯 这件事情上 输给大陆 我是觉得值得讨论 好 来 秦浩来一个好不好 我说智商跟不上你们的节奏 我再看一看 你想一想 再想一想好不好 还有谁 来 娜娜 谁更有一品 一品 一品是有多差 佳哥最差 他主要是要说 我这 我这一品是有多差 不是 佳哥一品好 这张佳哥还给我衣服穿 好 不对 挺适 好 来 挺适 来 谁在家最不喜欢穿衣服 最不喜欢穿衣服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情况 你也知道你自己的情况 所以你觉得你在家是穿几件 你排到第三 然后大陆是穿几件 他排在底 你要穿多少件才能排到第四 我但也要穿羽绒 你在家穿四 谁最爱收拾东西最勤劳 王大陆很爱收拾东西吗 对 对 哪个垃圾带来 我帮你全身的快点 他真的帮的东西 还蛮好的 是这样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好 看我好不好 谁最爱组局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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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 谁最会说话 百分之五十 谁最最甜 百分之六十 谁最最甜 哪哪 谁谁最能说甜言蜜语 回答 回答正确 哇 谁最会说情话 佳哥第四 佳哥怎么可能 所以观众其实真的不了 佳哥在这方面绝对可以当第一 对 那是王大陆我跟你说 不可小事 对不对 而且观众给他的时候 有点东西 因为他感觉看上去很多情 因为他 后面我就不念了 没有 导演 导演为什么不把我放在第四个呢 为什么 我觉得 就不能给个机会吗 你不能给个机会吗 好 朋友们 下面这一题 来 请看 这一题 只有三个选项 第一名是秦浩 第二名是谢闹 第三是维家 来 娜娜 最怕跟谁去爬山 我为什么在第二 只顺有次于秦浩 对 不对 好 来 搭搭 谁最凶 谁最凶 接近 来 娜娜 谁脾气最大 接近 换一个表达 来 维家 谁 谁最不好接近 比接近要再近一点 谁最不好 合作 做朋友 你们都很好合作 其实 谁最不好相处 相处 谁说的 我 秦来说的 对 谁最不好相处 我有不好相处吗 我有不好相处吗 网友说的 网友 而且秦浩拿到了史上最高的票数 有70票 看她演的都是很不好相处的角色 对她有张东生的耐辱感 娜娜有18票 觉得漂亮的女人不好惹 感觉她是大姐大 漂亮的女人不好惹 漂亮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 你们说的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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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家有12票 觉得她说话很犀利 特别会怼人 你看浩哥说的题 我应该拿第一还是 秦浩一直想参与 拿到这题中特别不开心 特别不开心 对 对 感觉更不好相处了 没事 录完这期节目 大家看完秦浩在大米云的表现 就知道她很好相处 她其实是个就是软妹子 软柿子 导演 把这70个人的名单回头发给你 这70个人的名单回头发给你 其实佳哥平常说话犀利 但是私底下是非常好相处 对 特别温暖 你也是 你也是 首先快乐家族 其实本身都是很好相处的 对 这个来上过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是的 对不对 我们其实虽然看起来是 好像是一个 就是做节目这么多年 好像很有经验 但是对每一个来的嘉宾 是不是 是的 我们觉得都是很好相处 但是我也要说一下 我觉得网友感觉也没错 就因为我的性格吧 就是真的就是有时候不太好意思 比如说刚见到第一面的弟弟妹妹 要勉腆 勉腆 你刚开始就打招呼 就不太不熟就不好意思 但这个并不代表说 你冷漠 冷漠 可能就是比较慢热一点 对 就这么一个性格 而且其实秦浩其实一直以来 他在选择角色的时候 其实避开了很多可能很暖男 或者比如说那种偶像剧 他从刚开始拍戏的时候 就拍了很多文艺的小众的 甚至有一些边缘的角色 所以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 就是好像他很不好惹 但其实对不对 我们接触下来也是 温暖 对 但是现在就是实在是 跟他沟通不了的时候 就可以用音乐来沟通了 比如说 对啊 比如说 这音乐就是 我觉得这音乐救了我了以后了 有任何尴尬的时候 只要放这音乐 大家都理解我了 我觉得这音乐好棒 有什么矛盾都会化解 他我随身带着手机 然后觉得尴尬了 我觉得可以让雨夕说一下 因为雨夕第一次来大本营 来之前 他其实是有一些紧张的 因为我们之前在演员的品格 相见 相识 然后成为朋友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我在节目里面还跟 我管他们叫宰宰 我说宰宰们 我在大本营等着你们 然后就希望他们有一天 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来 然后呢 雨夕这次 一下还带两个作品 都那么成功 所以我们很开心 但是他可能会有点小紧张 你觉得看到快乐家族的这五个哥哥姐姐 你的感觉是什么 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我其实初中的时候 我家的墙上还贴过快乐家族的海报 所以就感觉从电视机那边 到了电视机里面就 明白 很幸福 是的 对 你看到我有害怕吗 没有啊 看 看到真的 不是 看到他没害怕 唱错歌词之后 有没有怕 有有 但是我觉得就是 山明和水秀是留给我的 而你是留给杰哥看 不要解释了 准备了好久 想说怎么办 想说一个土味情花晚会一下 结果被 那他说不要再说了 其实呢我觉得 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我们每个人 对身边的朋友有一个印象 但是观众朋友对我们 因为他们是通过作品 或者隔着一些距离来看 他们又有他们的感受 那有的时候 怎么样的一个侧面了解 才是真正的自己 其实是我们 可能每一个人 花一辈子 要去了解的问题 人其实这一辈子 最难看清的就是自己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 推荐一个有趣的一个功能 它是在新养APP里面的 一个魔镜功能 这个功能很有意思 就是它呢 可以通过 非常科学的数据分析 和一些线条上的 很重要的一些比例 来分析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好不好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今天下午试了 我是雍桂脸 就是雍容华桂的脸 我很喜欢这个 你来了吗 还要近一点吧 来 再近一点 可以了啊 好 来了 来 中下子军等 标准无脸比例 谢谢 薄金脸 脸美可人 智力感 很高 吓死我了 我去看着 差点看着不高 还有谁想玩一下 来 来 行进来一下 然后可以看前面 来 来 那是美少女吧 这张是不是入选的 这张照片都很呆滞 很好 来 分享 新冷高级 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真的 我一直觉得我是高级欧美人 你想要的 你已经拥有了 我已经拥有了 恭喜来 这软件好权威啊 是 真是的 你看 你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让林允来试一下 林允刚才悄悄地举手 她已经入选了我最爱的APP 每个人都很开心做完 娇丽脸 谢欣扬 这好有她的那个感觉 她看起来偏伶俐也不是软甜类型 所以会既少女又有些小泼辣 既坚强又脆弱 还挺对的 说到了内心 这个好神奇 放飞自我的人设 大陆想试一下 大陆你不要抑制你的那个笑容 对 笑出来 那种动漫感觉的 好紧张 高冷俊雅 这才是真正的你 对 对 这才是真正的你 对 这才是真正的你 可以看你自己的小鸣举手 不过的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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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女子 终情我 大婚当夜 她就害您入狱 那时候她为了救我 才不顾明节 她还在教坊 司当中羞辱您呢 那她立马后悔了 她向我道歉 她还 小姨温柔 谁敢动她 好 没人想动她 我们是想动你 太虎 虎 虎吗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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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爱 这种五官结构 虽然看起来 比较低龄的长相 但因为是好的 但因为有一点气场 所以虎虎有生气的猛感 好吧 好玩 好玩好玩 开心 这个魔镜侧脸太有趣了 大家可以去新养APP一起玩 现在很多人 其实会去做牙齿美白 小气泡 光子嫩敷 然后皮秒 用一些简单的医美方法 让自己变漂亮 不过呢 大家都知道呢 医美啊 一定要去正规专业的 这个场所和机构 因为医美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 所以呢 要去大家很喜爱的 互联网医美平台 新养APP 这样的话呢 会更加的安全 因为这上面有超过 一万位的专业的医生 和六千家的专业的机构入住 都是严格筛选的 让人更加放心 说在这个新养APP上 可以预约医美项目 还可以看到别人分享 自己的变美经历 那现在变美真的越来越简单了 有新养这样专业的平台 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好看 好消息 好消息 那么新养7月呢 有一大波牙齿美容福利 那现在呢上新养搜快乐大本营 新用户呢领券免费体验一次 专业机构的结押服务 还有更多的医美项目都很划算 大家不要错过 赶快去下载吧 看这个镜头是吗 对 好来 大本营集要策划一个特别企划 就是要寻找自由综艺感的人 你怎么看 为什么还要来人 大可不必了 不行 不能组快乐小本营 又到了几年一度的 把快乐大本营节目主持人 踢走 但是我们赖着不走的环节了 是吗 我们五个是不够吗 是差点意思吗 还是怎么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 比较难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快乐家族真的 把各个坑都站得很稳了 所以不知道 谁还能再找到 不多的一个地方 而且还能站稳 所以我很期待这个人的出现 我也祝福 我们是快乐家族 我们是快乐家族 我来到了快乐大本营了 我必须争取多出镜 我必须争取多出镜 推那个布 但是不踩落镜 每一送一瓶 他是摸不到抓不着的 摸着找不着的 综艺感呢 你非得要我说 这哪说得清楚啊 就是这人一出来 我就觉得说 好有综艺感 就是让我觉得 有综艺感 我觉得这综艺感就是 就像我身上这些 珍珠一样 当然你以为这是珍珠 那也错了 这就是我的梗 通过对生活的细致的观察 然后经过时间的沉淀 在快乐大本营这个舞台上 散发出来 好看的皮囊固然重要 有序的灵魂 快200斤 我说这个话题不是很有说服力 因为我的综艺感不是很强 身材不够好啊 那你就去减肥 然后你跳舞不够好啊 那你就去学 敢于挑战 敢于突破自己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有一个诀窍就是认真 搞笑要认真 模仿要认真 在综艺节目里面 做游戏也要认真 有的人说 哎呀做个游戏那么认真 干什么 如果我不拼不抢 我觉得是敷衍 综艺感啊 我觉得这个很难去界定 因为综艺本来就有 很多种不同的类型 所以我觉得 让观众喜欢 让观众愉快 那个就是好的综艺感 让观众觉得舒服 才是真正厉害的 现在大家都不好做 这个行业真的太难太难了 压力很大 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创意很新勇 很有意思 我觉得新人真的太幸福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也希望可以帮他们争取到这个舞台 我真的觉得大本营这一步啊 走得非常牛 现在这个形势下就是要靠综艺爆发 收拾第一的综艺能走这一步 是真的非常厉害 所以你要拿到曝光女 你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你 就必须去上大本营 我觉得快本对于新人来说是一个天赐的舞台 新人能站在快本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是一种荣耀 第一反应肯定是要帮艺人争取这个机会 因为快乐大本营的观众群非常庞大 而且年轻人特别多 所以我觉得这次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好的一次机会 大本营的这一次特别节目会成为今年夏天最火最爆最炸的一档栏目 我觉得对手太强了 希望他们能留到最后一条命回来就可以了 还有王主然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对手 就是跟我们方向都很像的艺人的公司 就比如说谢霆锋啊 陈伟廷啊 就是跟我们两个都差不多的那种感觉 壮行的 所以就跟他们一起去PK这样子 这个问题吧 你不是有得罪人吗 但是我内心是觉得啊 挖唧唧挖 那几个真的挺强的 其实对我们来说哪家都可以 我们的艺人比赛的舞台上出来的 他们不怕比赛 我们没有对手 我们的对手永远是自己 不管最后是否花落月华 公司从上到下 包括艺人本身的话都会全力以赴 我们是应该以不变应万变 然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都可以去打 当然要能走到最后了 可能拼演织我们拼不过 拼年龄我们拼不过 但拼演技我们不差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信心 我们也就不参加这个PK了嘛 佳行的人 我们的答案就是觉得我们的人 希望他们可以走到最后一步 加油 看好你们 你们要加油哦 不要给杜妈丢脸 不要给月华丢脸 不要给月华丢脸 金黄艺人 苏仁不苏正 Oligate 他们来了 快乐大本营这次的机会 对于我来说 是我最好的一个机会 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 来这个节目就对我意味着 我离快乐就是零距离 就是我感觉是出道的好 终于可以有这个机会来 展现一下自己不一样的一面 景色会很大 我当然不能给公司丢脸呢 中间的宝座 我觉得还蛮想做的 有请月华娱乐在校生 挑选你的宣传照拍摄区 大公司 这是王一博吗 我猜是范丞丞吧 JUSTY 我好想坐在你那个地方 我好想坐在你那个地方 那个位置很热是不是 他们都想抢那个位置 出来之前杜华姐有告诉他们 就抢C位 子涵 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说 你属什么 老虎 不对 你属于我 属于 叫我太子 需要去游 不好意思了 皇冠都掉了 你下来吧 打起来 打起来 来我换起挑战 女孩真的就 女孩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天呐 完了 完了我感觉我这个位置 好难 我觉得可以控制一下 有点无聊了 来点实力PK PK舞蹈 他们在干什么 他为什么在滑雪 这种舞蹈一遍都不应该不玩 还有两遍 你们面前的电梯会通往四个不同的楼层 对应快乐家族和飞行助教四个不同主题的综艺考验 欢迎光临 欢迎大家 欢迎光临 大家为什么来这个楼层 我想成为马兰坡二坡 马兰坡只有一个坡 我在我的团队里面也是属于那种小透明型的 你说小透明你看我干嘛 你怎么知道我的定位就叫小透明太过分了 哈哈哈哈 浓眉小眼高跳的鼻梁撑起来我爱笑的脸庞 我来自河北做的每个决定都不会后悔 我 后悔了吧 哈哈哈哈 有点后悔 你手怎么烂 我很帅的从一个摩托车摔下来 太可怜了 但是我还是坚持过来见你 你不退赛啊 哈哈哈哈 少年的你里面他是反弹吗 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还有点害怕 对 怎么感觉好像他他骂过我还是怎么 感觉这个人好像很凶的样子 哈哈哈哈 我来自新疆又靠命二子娃娃 就曾现实残酷那也不怕留下伤疤 我可以这个你们可以吗 手摸耳朵 手摸耳朵 不用不用 你不要这样走过来 不用不用不用 好拼呢 风情万种皆由你起 梦露都能败给你 然后我在这里的担当是 门面担当 rap担当 都不老担当都不是我 我是一个小帅哥阿姨 门怎么给我出来 回一个 好兄弟 杨国 哈哈哈哈 没看见何老师哭 就相当于没看过湖南为事 撬起腿来 脱下巴 嘴唇向下15度 眉头微重 眼神空洞且深邃 鼻孔略微轻轻动一下 擦一下 这个上来了 我想模仿 上官喜爱 赵小唐 李淑欣 好好看 上哪 上哪 无价神姐来 拜拜 我们会商量出一位 给出今天的挺他 就是我们要挺的这一位 下个阶段 我们将进行一对一的公司对决 同公司的其他艺人也会加入进来 表现最好的那一位 将常驻我们下一季快乐大本营 我们快本舞台见 好 本次呢 我们将和芒果V基金为贵州 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 从江县白达小学送去 401套卫生脸盆礼包 从洗洗手这样的小事开始 培养乡村儿童良好的卫生习惯 从源头上预防因病治贫 因病反贫的发生 为贫困人口健康脱贫 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 帮助偏远贫困地区的儿童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支持快乐脸盆计划 如果想参与线下志愿者的活动呢 可以下载快乐粉丝会APP报名参加 谢谢 谢谢大家来 见你们玩得开心 谢谢 以上就是Vivo冠名播出的 快乐大名的全部内容 Vivo S6 5G手机 超清夜景自拍 照亮你的美 来 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 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如果你快乐的话 要看快乐大本营 不快乐的话 先要看快乐大本营 好 节目过后 还有巧手神探等着大家 不要走开 下周六晚8点20 我们再见了 拜拜 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